圓警巡邏到一半 發現一名男子乖乖的 這裡有錢 我自己的錢 就放過錢 男子鬼鬼祟祟 從中藥行走出口袋 露出鈔票 還一直走過右攀 圓警覺得不對勁 再多問幾句 沒想到他竟然想溜走 門本來有一個關起來的 對啊 門都是關起來 對 門關起來 你怎麼在這邊 有啊 老闆出信 附近店家也說 這家老闆出門 還沒回來 但這名男子卻實至闖入 你家裡有人嗎 沒有 什麼事 是喔 你有沒有在附近 沒有 男子發現心急敗露 想要拔腿落泡 被圓警一把抓住 並且噴辣椒水制服 在新北市瑞芳 23號下午5點多 發現一起竊盜 闖空門事件 40歲徵信嫌犯 走路經過中藥行 發現店內沒人 再加上側門 沒有完全上鎖 期待一念 總計店內投走4600元 正打算離開 卻被原警戴個正著 經與店家聯繫 確認該男為竊盜犯 不會在盤塌過程中 該男一度世俗逃跑 警員立即以辣椒水制服 而在桃園一處社區 也遭竊賊入侵 19號凌晨2點多 竟然有小偷闖入地下2樓 偷走價值將近5萬元的電線 造成整棟住戶停電影響35戶 住戶一度還以為是電力 不堪負荷才會跳電 沒想到居然是被偷住戶 將近一天半的時間 5點可以實用 生意也做不成 目前已確實掌握嫌犯身份 將積極查契到案 社區花了15萬元修復 初步判定嫌犯 應該是先來敞看第一信才來犯案 住戶現在公布影像 期盼趕快抓到人 假天無電可用實在很痛苦 TVS新聞 留心葵 廖宗慶言身份 新北桃園財團報道